Tesla上星期四股價大漲22% 是甚麼原因呢? 上週四Tesla大漲22% 創了11年以來最大單日的帳幅 公司公佈第三季營收251.8億美元 按年增長8% 雖然略低於市場共識 但盈利卻出現了一個大的驚喜 經調整後的會股盈利是0.72美元 按年增長超過9% 大幅優於市場預期的0.59美元 盈利能夠大幅優於預期的關鍵 在於毛利率終於止跌回升到19.8% 汽車業的毛利率上漲到17.1% 這是超市場預期的14.9% 儲能業務的毛利率更加來到30.5% 創了歷史新高 現在Sybertruck在美國市場上已經成為一個銷售明星 亦首次實現了一個靜毛利率 馬斯克在電話會議上宣稱 雖然今年汽車的交付兩支比去年稍微增加 但明年上半年會推出更多便宜的電動車 價格將會低於3萬美元這個關鍵門檻 預計將會推動明年 交車輛大幅增長2至3成 另外幾個星期前推出的CyberCab 將會在2026年量產 目標是每年生產至少200元兩 美國大選將會在下星期開始 目前的形勢又如何 市場表現又有什麼移動呢 雖然線上博彩網站顯示 特朗普的勝選機率明顯超越賀錦麗 但根據《彭博周末》報道 最新民調顯示兩者支持率都是49% 而近期兩者的勝選機率都是位於3%的不差範圍之內 賀錦麗依然在三個最關鍵的南牆州搖擺州份 包括了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 賓夕凡尼亞州 又不同程度的領先 如果他能夠拿到這三個州的話 他的選舉人票將會達到270%的最低要求 就能夠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的女總統 不過由於兩者的支持率都是非常接近 最終六死垂首依然是很難說的 另外也有些分析認為 共和黨橫掃總統國會選舉的紀律是上升的 而特朗普的減稅 關稅政策將會大幅擴大財政赤字 亦都會推升通脹 而值得留意的地方是 上星期10年期國債利率突破4.2% 債券波動指數 MOVE 上週是創了2024年最高的紀錄 代表市場預期在這個選舉前後的債券市場的波動會更大 今個星期有些什麼市場焦點? 指望本週 市場首個焦點就是週五公佈的美國10月飛龍職位的數據 市場預期10月飛龍職位將增加11.1萬個 失業率會維持在4.1%不變 而第二個焦點就是 星期三公佈的美國第三季GDP初值 市場預期美國第三季GDP年率是升幅3% 和前一季是相同的 而星期四就會公佈美國9月個人消費支出PC文革指數 市場預期核心PC按年升幅將會是2.6% 低於前一個月的2.7% 按月是升0.30% 較前一個月的0.1% 升幅是強的 而其他值得關注的數據 還有10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商業活動指數 成屋銷售 製造業指數等等 另外第三個焦點就是科技七雄的季度業績 本週有Google母公司Alphabet將會在週二公佈業績 微軟和Facebook母公司Meta就會在週三公佈業績 而蘋果和亞馬遜就會在週四發表季 在週四發表季 製造業績